第一季的中国好生衣才宣布 梁静卢担任导师评审 13号再官宣刘德华将担任见证人 刘德华出道41年 影坛歌坛都有经典代表作 过去许多选秀节目都曾经积极争取 刘德华担任评审 但都没有成功 这几年中国好生衣讨论度下降 如今说服刘德华来担任见证人 只要他现身就是收视保证 成为节目有史以来最大咖 也是最大亮点 不过刘德华监制的芯片拍摄过程惊传意外 影帝林家栋12号凌晨在香港轻衣拍摄枪战外景 因为地面不平被石头绊倒 林家栋为了保护小朋友伤势严重 倒地后无法动弹被送往医院 而林家栋是知名的香港演员 2016年凭着电影获得金像奖引力殊荣 2020年再被提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如今拍摄新电影受伤 索性他经过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东西新闻收伤心在台北报道